最漫长的一日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雅各书二章十四至二十四节 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你们说自己有信心 却不以行动表现出来 又有什么好处呢 这样的信心能够谁呢 如果你们看见有弟兄姊妹 没有吃的、穿的 却只时说 愿你今天过得好 穿得暖 吃得好 再见 而不给那人食物和衣服 又有什么好处呢 你们可以看见 只有信心是不救的 信心如果没有带来好行为 就是死的毫无用处 也许有人会说 有些人有信心 有些人有好行为 可是我要说 你没有好行为 怎能让我看到你有信心呢 我却可以凭着我的好行为 让你看到我的信心 你说自己有信心 因为你相信有一位上帝 你信得不错 就连鬼摩也这样相信 并且恐惧战经 愚昧的人啊 难道你们不明白 没有好行为的信心毫无用处吗 难道你们忘了吗 我们的祖先阿伯拉罕 把儿子以撒献在祭坛上 这行动就显出他跟上帝 有了正确的关系 可见他的信心跟行动 是相负相成的 他的行动使他的信心得以完全 这应验了圣经的话 阿伯拉罕相信上帝 上帝就恩着他的信心 把他算作异人 他甚至被称为上帝的朋友 可见我们不是单凭信心 也是凭着我们所做的 才能显出自己跟上帝 有了正确的关系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行为成全信心 雅各在第二章精辟的讲论 最少澄清了我们对信心 和行为的两个误解 我们是否要有行为才得救呢 绝对不是 雅各不是要我们行善 即得赚取救恩 他只是指出 只是说有信心 但是没有行为 是没有益处的 好像看见别人需要帮忙 却不伸出援手一样 这种嘴上声称的信心 是真信心 雅各指出 没有实际的行动作回应 那么这个人声称的信心 就是死的 既然说凭着信心 而被上帝宣称为二人 又说要有行为 上帝会不会被一些人单有信心 而被另一些人单有行为呢 雅各指出 信心和行为是不能够分割的 没有纯粹头脑上的信心 如果有信心 但是行恶 就好像鬼魔一样 知道有上帝 甚至知道有审判 却不能够得救 行为是信心的印证 阿伯拉罕有献以撒的行动 就显出了他真的对上帝有信心 所以 信心会帮助人作出适当的行为 行为也都能够让信心更圆满 两者不能单独存在 我们不能够用行为赚得救恩 不过 信心及必须带出相应的行为 我们的信心 有没有叫我们的行为有所不同呢 多谢你收听由和谐频道制作的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 天天亲近主 欢迎你在我们Facebook 留下你的足迹 明天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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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